大家好,我是游泽 哎呀,昨天下了一天的雨 今天感觉好像 雨是不下了,但是没太阳 看看我的菜菜们 喝了一天的雨水,哎呀,好开心哦 个个都攒起来了 本来倒下的那些菜哦 我用那个棍子 每一颗给他们一个棍子撑一下 哎,长得特别好 尤其是这后面你看到 西兰花台,莴笋 哎呀,太棒了 我再来给你们看看 昨天的雨景 看看,这是昨天早上 我起来的时候 全都是湿的 哎呀,但是我这个人啊 特喜欢水啊 看到这样的水好开心哦 我看看这个雨好像 稍微小一点啦 我就冲出去 去采了一些芥菜 芥菜已经长得很大了 所以必须得采了吃了 其实昨天采的西兰花台还没吃完呢 但是哎呀,我就想去雨里玩玩嘛 然后一看这个田芥菜长那么大了 赶紧就把它摘了 回房间,Sam说你买的这个鞋柜放在这里已经两天了 走路容易摔跤 我说我放的好好的放在边上,你帮我拿开来干嘛 他说我想帮你装呀 我说算了吧 你就不要装了,我来装 我来装,但是呢你要帮我就是扶一下或怎么样 我装了半个小时吧 主要是它螺丝一个一个要拧上去 我当初看中这个鞋柜呢 它有两个尺寸 但是我没有注意 我以为是一个尺寸 你看这个是100cm 我的力度墙啊 正好是100 但是呢 他这个没货 他给了我另外一个货 我当初也没注意 另外一个是117 差17公分啊 那个墙就碰到了那个帘子 Sam就跟我说太大了 我说你不用管 太大了我就放到我的衣橱房间 本来我就做好两手准备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会看上去比较大 放在门口 也许你会说 就是Sam有可能会说的 哎果然 他说太大了 他说你放到你的衣帽间去吧 我那个衣帽间里边有一个厨 那个厨呢是抽屉的 就这样大小的 那里边我都是放内衣裤啊 袜子什么的 我说那个要不把这个厨 拿出去 做鞋柜 我说你再帮我做两个门 结果他帮我把抽屉拆了 抽屉的板 他就做了里边的割板 然后做了两扇门 现在他帮我再装门 Sam说这个是旧柜子 门口呢不要放很大的柜子 我说也好 那就放这个小的吧 就是平时出门 就是里边放些拖鞋什么 我们自己的鞋子呢 他放他的衣橱房间 我放我的衣橱房间 不放在门口的 没想到 这个厨放在我的衣帽房间挺好的 跟这个窗帘上都配的 都是竹子的 嗯 不错 里边放了好多东西哦 这个厨是可以放好多好多东西 只是我要去买几个收纳盒 来就是归纳一下 好几天没有好好做饭了 今天想给自己包一些这个蛋饺 因为那天包馄饨多下来的一些肉末还没有做掉 今天就做一些蛋饺吃吧 打了五个鸡蛋 里边就放了一点点黄酒 然后用一个煎蛋的小锅 里边放了这样的一个圆圈 架子哦 这个架子我在拼多多上买的 我买了两个 这样嘛 鸡蛋放在里边 这个蛋就不会 就是不成形 你放在这个里边哦 等它一会儿 你就把这个东西拿掉 即便它有点出来 这个蛋液啊 也没关系的 因为你把它翻一下 这个出来的蛋液 它就收到这个蛋脚里了 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用的 而且它说是不沾的 确实不沾 如果沾的话也没关系的 你边上放个碗 然后里边放点油 你在里边浸一下 然后再拿到这里来 因为在国内哦 大家都是用勺子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用一个大勺 然后用块猪油 然后是放在煤气上 那我那个勺子呢 它是圆的底嘛 煤气上是可以 但是你在这个电子炉上面 就不能这样弄了 所以呢 我就想了这个办法 哎 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我每年都有 都是这样做蛋脚的 只是以前那个架子吧 它没有一个手柄 你看这个圆圈的架子 上面有一个塑料 这个手柄 这个就不会烫手了 哎呀 以前做一次蛋脚 我跟你说 就是总归是不是手烫伤了 要不就那个蛋脚就不好看 哎 反正现在 我觉得用了这个以后方便多了 我后来是两个一起做了 因为我就做出经验了 这样就速度快多了 哎呀 没想到就那么小碗里边一点点肉 五个鸡蛋还不够 我结果是做了十个鸡蛋 才把这一小碗的肉末做完 蛋脚做完以后呢 是要放在蒸锅里边呢 让它蒸熟的 要不然这个肉里面没熟呢 就放不长 我这样蒸好了以后呢 我把它分成几个袋子 然后速冻 我可以吃很久呢 过年 这道菜四季包是省不了的 一定要做的 我去年还前年都做过四季包 我把这个视频连接放下面 你们可以去看看 过年的时候的一个砂锅四季包 这是每年过年 我们必须做的一道菜 但是现在我好像一个人 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多的菜 做一个这个四季煞锅 我得吃一个礼拜了 我就觉得我现在的胃口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也许是因为我一直 十六个小时不吃东西 然后八个小时才吃东西 所以这八个小时就吃不多 吃一点就饱了 就是慢慢习惯了 就是很惊得起饿 然后真的吃的时候呢 吃一点点 我就觉得饱了 以前吃一点点 我非得吃到撑 现在呢我不这样做了 反正觉得饱了 我就停下来不吃了 冰箱里收的那个芹菜 还有一包没吃 一包我是包馄饨吃了 那这一包呢 我就把它拿出来 今天炒五花肉 这个芹菜是很嫩的 它是很小的时候我就拔起来 因为我要那个地嘛 所以长得手长那么高 我就把它全部拔掉了 然后拿了半块那个回锅肉 把它切得薄薄的 像肉丝这样 然后把芹菜也切了一段段的 现在锅里放点油 然后把那个五花肉放下去 这个五花肉啊蛮油的 所以呢我把它煸炒一下 把那个油煸炒出来 这样呢炒菜就香了 就等于是用猪油再炒菜 接着我放一点鲜酱油 让这个肉呢先入味 然后再把这个酱油啊炒香 就可以把芹菜放下去了 哇满满一大锅 但是你知道吗 炒下来 吃下来 剩下的只有肉 菜全都给我吃完了 这个芹菜啊太好吃了 就是要弄的时候吃 然后盖上盖 再稍微焖一会儿 现在开盖 再翻炒一下 你要是觉得不够咸 可以放一点点盐啊 我是觉得够咸了 就这个酱油 好了 现在就可以起锅了 看到吧 炒出来也就是浅浅的一碗 这是 昨天的餐作 我煮了 芹菜饺子 是我的这个 煮食烤肤 还有芹菜炒 五花肉 还有咸鱼还没吃完 嗯 外面 昨天是下雨天 所以是灰的 这是今天早上 我出去又去采 这个西南化台了 前几天刚刚采了吃过 但是呢 我发现 就这两天 尤其是下了一场雨以后啊 哎呦 这个西南化台不得了 往上直直的串啊 没想到又摘了 一大盆 炒了一大碗 昨天把一盆芹菜 全都吃完了 哎呦 我都吃完了 所以 我得种菜 如果你去买的话 真的 每天都得去菜场吗 不可能的 那好 一个星期去买一次吧 等你吃的时候 这些菜都粘了 西南化台 我就放点大蒜 清炒 昨天我做了一个 2014年我去阿拉斯加游轮的视频 有朋友跟我说 他肯定住在加拿大的 他说后面几张照片 应该是加拿大温哥华 有可能的 因为照片已经有点乱了 前后持续有点 这个混了 我呢 说实在的也 十年了 真的有点忘了 所以我昨天还在跟Sam说 我说我们要不再去一次吧 我说我现在都有点 急不得了 然后最后那个城市 在阿拉斯加的 我们在那边 想办法住个一个星期 后来Sam说 我现在哪里都不想去 我说那中国你想去吗 他中国想去 我还想最后看看中国 尤其是上海 真的 好多老外喜欢上海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不一样 在国外 哪怕你是在法国 因为我们在那里 也碰到好多法国人 Sam会说法语嘛 所以经常去新天地 喝咖啡 就是碰这些老外 大家都说 这里上海好玩 好玩在哪里呢 其实吃对他们来说 不是说一定很感兴趣 因为来那个叫什么 新天地的 有好多都是打工贼 就是公司派他们来的 所以薪水也不是很高 我记得有一个法国人 他是在无锡上班的 但每个周末 礼拜五晚上 他就来上海了 然后周一早上 一早再赶回无锡上班 他说上海比无锡好玩 他们就是在新天地 吃喝玩 美国人吃的 有spaghetti 然后还有什么面包 他们就是吃这些东西 Sam也喜欢吃这些 所以呢 很开心 我呢就是 不管Sam的 他反正地铁一号线 如果你是上海人的话 你记得地铁一号线上的星巴克 从我们家住在敏航嘛 他从敏航第一站一直 一个一个星巴克 一直坐到新天地 星巴克 这一路上有四个星巴克 我记得第一个星巴克 从敏航地铁站 坐两站就到了 第一站是华联商场的星巴克 第二站是徐家贵的星巴克 第三站是陕西南路 淮海路星巴克 最后就是新天地的星巴克 买一张地铁票 他就是地铁 跳上来跳下去 他不要坐出租车 为什么 因为不会说中文嘛 说不清路 那里星巴克的人都认识他 然后他都有朋友 他有的时候午饭就在新天地吃 然后呢 我会下午去新天地喝咖啡陪他 然后再一起去吃晚饭 他很向往这样的时间 他喜欢看美女 喜欢看大街上 人来人往 他在陕西路有个星巴克 他不坐在里面的 他坐在外面 门口有两个桌子 如果你熟悉上海的话 他永远是在左手边 坐在那里 你们去看一个老外 就是他 每天下午都在那边 我记得我一个朋友 有一次路过 在淮海路上走过 看到我们俩 我说我天天在这里报到 因为Sam喜欢这里 哎呦 他说那怎么那么巧 我说不是巧 是我天天在等的朋友 一直会碰到熟悉的朋友 哎太好玩了 所以他说我最想去的还是上海 我说这样吧 你让医生检查一下 你的身体合不合适 在坐13个小时的飞机 另外就是你的身体 合不合适再去中国 我说我还没去过纽约 你为什么不愿意陪我去啊 哎他说美国没什么好玩的 都一样的 我说那纽约是不一样 别的地方有可能吧 他说我在美国关了七年了 我要出国 然后我最想去的 也是我这一生 也许是最后一个地方 就是中国上海 西兰花台做好了 现在我要做一个豆腐汤 我拿个小砂锅 今天我准备放一盒豆腐 一盒鸭血 然后再放两盒 这个鲍鱼罐头 然后再放做好的蛋饺 蛋饺已经蒸好了 我把它放凉了 一大半 我分了两包 放到冰箱里 已经去速冻了 现在 再把蛋饺也放下去 我其实空口已经吃了两个蛋饺 Sam也吃了两个蛋饺 都觉得很好吃 现在就这样开盖 让它煮 现在再把这两盒 鲍鱼放下去 它这个每个罐子里边 大概至少有四个到五个的小鲍鱼 它这个鲍鱼不是很大的 但是它调料都给你调好 所以这个料也很好 这样我都不需要再放什么调料 因为蛋饺也是有味道的 再把另外一盒鲍鱼也放下去 现在盖上盖 只要让它煮开 这个汤就可以吃了 都不需要放什么调料 这个鲍鱼 这个调料浓得不得了 等那个汤快要开了 的时候 我又放了一把海带 这样就更鲜了 煮了一会儿 然后我把它开盖 来拌一下 这个海带碰到水 它才会释放 所以给它稍微拌一下 汤好像是多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喝一碗 这个汤就少了 我准备这锅汤 明天还可以放一把面 我好久没吃蔬泡面了 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特别想吃 这几天牙齿不好啊 那个牙肉 所以咬什么东西啊 只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 好了 这个汤是做好了 我把这个小人人的葱 上面给剪了 这个洋葱自己发芽的 我什么料都没放 就放水 让它在里面长 那葱长得好大 把剪下来的葱 我放到了这个砂锅里 然后花园里 我又摘了一点香菜 放在这个汤里 哎呀我的天啊 你们可以试试啊 这个汤好好喝 我跟你说 我买了一箱这个罐头 鲍鱼罐头 然后我又去买了四盒豆腐 四盒血 我就准备冬天喝这个汤 我跟你说 这个汤料啊 你再放一把面 或者你再放一些年糕 或者你就放米饭 都好吃 那第一顿呢 我是喝汤的 采回来的芥菜 我看了半天 我还是想把它炒了吃了 因为放到第二天 肯定就不新鲜嘛 现在是最新鲜的时候了 所以我又起油锅 拿了几片蒜蓉 准备勾芡 炒一个芥菜 炒芥菜呢 就放点盐 然后翻炒以后 放一点点水 盖上盖 让它焖 焖到它熟了 再勾一下芡 我跟你说 这个田芥菜呢 是有一点点苦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觉得这个苦好好吃哦 好像是一种味道 而不是苦 我信你试试 现在开盖 我用个碗 摇了一勺面粉 放点水 然后就把它放下去 这个时候 你如果勾芡呢 就不需要再去盖盖 就是不停地炒 它会越炒越厚 这个时候 这个芥菜 咸味跟大蒜的香味 都会裹在这个芥菜上 翻炒一下 等这个勾芡 就是煮开了 煮熟了 就可以起锅了 今天这一天啊 估计这两个菜 都要给我吃完的 有没有发现啊 我吃的最多的就是绿叶菜 所以我必须得种很多菜 我觉得 怎么说呢 你每天不给我吃肉 吃鱼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不给我吃菜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